哈喽各位球友 今天呢我们来一期现场答疑 大家先看投稿视频 好这位球友呢不光有视频他还提问啊他说我在单分区发完往前之后对方退我的头顶他总感觉后退呢很难受啊让我来给他把把脉啊大家看他的技术登转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球速比较快而且球偏厚的时候他左脚啊要加一个垫步啊他只是登完之后就直接就起跳了所以显得不够啊登的时候左脚向后加一个小的垫步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后退的距离 这样的话你的继续点就会舒服一点啊你没有这一步而是启动之后就直接去转体去直接去移动了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加出来你就舒服了好吧就是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投稿视频 好这是一位女选手啊还是左手持盘呃他在练习这个后场的这种高远球了呃但有什么问题就是击球点每个球都感觉偏厚啊 看每个球都是纠点偏厚之后才去打的为什么还是你的步法不到位啊啊啊因为球是完全有时间的你完全是可以向后移动并步啊并不移动之后去移球的把纠点跳到我们的前方头顶前方啊所以说你的这种侧身之后没有向后并步球在后面之后直接去起跳所以每个球感觉都是向后跳的啊还是向后并步不够啊并步不够积极啊就是这个问题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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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